你有沒有想到新年有什麼願望 剛才問完姓李 現在問新年 新年的願望 希望多多一些歷史 其實也對的 你可以問我一年十二個月的不同節日 譬如復活節 清明節 清明節是有什麼祖 清明節大多都是拜山的 很少慶祝 唯一的慶祝就是一家人聚集 一起拜我們的祖先 因為可能都市人太繁忙 其實很難出來見面 所以我們只要想得正面一點 都可以是一個聚會 還有大家見面 開心心吃一頓飯 剛才聽你說約了未婚妻 去台灣慶祝聖誕 請問什麼時候拉近天窗 未婚妻來說 其實她住台灣 所以她不用我帶她過去 她本身是 我愛看美 結婚是因為她在我求婚的時候 其實她已經接了世界演唱會 她不是藝人 她是舞蹈員 所以她下年應該要跳 世界唱會演唱會 我就要等她跳完之後 我就才能夠跟她結婚 她是比較忙 如果我逗你這封禮事 都要等一會 首先就要拿到我的電話 還有我肯聽你的電話 還有肯見你 才有機會逗你這封禮事 我們下期待 你下期待